我是赵好康 欢迎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很难得我们今天请到台大前校长孙正 孙校长到我们现场 孙校长你好 赵先生你好 90岁了 90岁了 哇这精神很好 转眼之间一下子就90岁 时间真的很快 那而且这个我主要今天访问孙校长 是他写的一本新书 是天下文化出版的 等贤适得东风面 尤其是这个标题 当亚当史密斯遇见孔子 这个标题想的很特别 你怎么想到孔子 我知道下载很多孔子的书 儒家的书 但是你又是学经济的 亚当史密斯是最有名 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那等于市场机制 那孔子2500年以前 这两个有什么交集呢 你讲的太好了 要点就在这里照相中 我们经济学者 研究到儒家思想的很少 可能就是我一个 所以一路也是很孤单的 这个书名是朱熙的诗 朱熙的诗 等先时的灯风面 万子前逢总是春 灯风是春天的风 他用灯风来向中孔子的思想 是 那么你很容易的就认识到 孔子的思想 然后你得到这个东西以后 就好像春风来了 何旭的春风来了 大地万物 欣欣向荣 百花其放 万子前红 所以他下一句叫做 万子前红 总是春 总是春 那么我看这个世界 经济发展 引起来的社会结构的改变 人际关系的改变 国际关系这种纷纷扰扰 不得安宁 正在等待着儒家的春风过来 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 大家把我们古老的智慧忘记了 照相我常常觉得 最重要的真理 都是最简单的东西 但是我们把简单的东西 等闲适值 其实我觉得 孔子的思想 对现在是非常的relevant 相关的 我2019年有本书 叫做儒家思想在21世纪 这本书有日文版 这个完了以后 我就觉得 我对孔子蛮熟了 对他弟子也蛮熟了 所以我就写这本书 孔子新传 孔子现在我的副标题叫做 寻找世界发展的新模式 新模式 我当时还想不到中美关系 要到了兵容相见 所以我现在这个 等线时的当后面 我就进一步把他 孔子新传 为什么对现在这么样的重要 放在第三章 是是 这本书里面 其实包含面很广 有从孔子的生平思想 他的这个哲学想法 以及里面很多的 他的孔子就是论语 很多话 那到这个 亚当史密斯 到底是怎么回事 亚当史密斯两本很重要的著作 一本是国富论 一本是那个道德 清朝类 道德清朝 那另外呢 又拉到蒋经国主政的时候 台湾 孙玉璇啊 李国鼎啊 等等 那特别我看里面讲这个 半导体到底怎么发展起来 也蛮感人的 那个时候那些 那些人 然后再来就是 李国鼎的第六轮 第六轮 蛮丰富的 最近不是张忠摩得了 这个李国鼎奖 第一届的李国鼎奖吗 所以在社会上又觉得 我们社会能不能再出现 一个孙玉璇跟李国鼎 那我的感觉就是 这个千里马常有 波罗不常有 那么这个环境 没有那样的政治领域 没有那个社会的氛围 在让这样的人才出来 人才总是在的了 是人才总是在 环境这个不在了 那么我写这个 蒋经国时代 台湾经济发展 就是要讲一讲 一群儒家的君子 他想的是国家人民 长期的利益 不是他个人的利益 那我特别强调 孙玉璇 李国鼎 我更前面的这个 严家干 这个尹中荣 你就比较可以熟悉了 这些人都不累积 自己的财富 他们都没有股票 一张股票都没有 包括我的老板于国华 是 他没有一张股票 也没有自己的房子 这些人心怀天下 所以这个他觉得 你怎么会把这个 跟孔子连在一起 他就是孔子的君子的一个 现代的版 我的感觉了 那后面讲李国鼎 他讲第六轮 讲第六轮 他就是经济变化 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 人际关系的改变 伦理转移了 伦理不是实实版本的一块 把我们人困住了 伦理是跟了人情在改变的 所以我就觉得 正好有两张可以做的case study 我们一个来 一个来请教孙校长 第一个就是 好吧 孔子因为 他学生有3000人 你也说其实可能没那么多 但是主要有72个 那孔子的 他讲的话很多了 那基本上 孔子跟亚当史密斯 就是说校长没有学经济 你是想从孔子的经济 跟亚当史密斯 有什么异同是这个意思吗 他两个代表 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划分点 就是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以后 就进到你的领域里面 引起技术的不断的进步 技术进步生产力不断提高 GDP才会不断提高 GDP的不断增加 克服人口的增加 per capita GDP不断增加 进入现代成长时代 那么工业革命以前 都是在一个技术跟经济停滞的时代 在技术跟经济 技术停滞的时候 你不管怎么努力 所得都不会增加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努力 你拼命你就能够赚到钱 世界上就没有穷人了 你怎么努力 你都赚不到 所以我们经济讲 law of diminution margin returns 所以你不管怎么努力 它就是不增加生产 所以在孔子时代 是没有财富不断增加这个观念的 那个人民的幸福 来自社会的和谐安定 安和乐利 那就是追求 你让社会和谐安定 就是每一个人收你的本分 尽你的那份责任 就天下稳 就每一个人尽你的本分就是伦理 人跟人之间 人跟群体之间 人跟社会之间 人跟万物之间 这个伦理的关系 那就是孔子 就是人 希望你不光是照顾自己 你要想到全世界的利益 你要帮助他们 Adam Smith也一样 赵先生 Adam Smith的美德 那是三美德 第一个审慎 就是你追求自己的利益 这我们儒家是不谈自己利益的 儒家觉得你做好人好事 社会就会给你利益 孔子寒眼利益 孔子绝不讲 因为人对利益这件事情 已经太强烈 太关心了 不能加以强调 所以中国师大夫也不讲钱的 不讲利益 你一讲利益 你的人家就 看降低了 真的是 你要穷的想延辉你才了不起 所以我觉得过分 Adam Smith是比较诚实 人要有饭吃 你要有点社会地位 有一点影响力 你觉得活得有意义 所以审慎的美德 是追求你自己的利益 你不能光追求 这些公平的美德 公平很简单 Do no harm 你不要伤害别人的利益 不要伤害社会的利益 不要伤害环境的利益 不要伤害大自然的利益 这些我们都犯了 工业革命 我们一个一个都犯了 第三个 不仅仅公平 你最好做到仁慈 斯密斯这个人非常同情大理 像中国的儒者 他说公平必须要求 因为你不要求 你就膨胀你的权力 你的利益 就伤害到别人了 特别是李国鼎第六年 你伤害到你不认识的人 你没有羞愧之感 你不觉得是做坏事 不光是要公平 你必须仁慈 仁慈他的定义非常的好 就是增加别人的利益 你看讲的多白话 那么到了孔子时代 所以我讲求伦理 那么每个人讲求伦理 伦理是主张别人的利益 不是主张自己的利益 那你光主张别人的利益 你的利益谁照顾呢 这社会需要一个制度 让你善有善保 恶有恶保 这就是孔子这个礼 礼的这一部分 是在儒家的专家里面 常常忘记了 他的 我叫他叫做 incentive system 他提供一个incentive 让你追求你人格的完美 你的有学问的 社会就给你财富 给你地位 然后你就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那么到Adam Smith时代 不一样了 你追求你的财富 你可以创造价值 Smith下定义 生产就是创造增加的价值 我们老朋友 习俊兄一直讲 add value 你创造增加的价值 所以你追求财富 你必须创造财富 你创造财富以后 你自己只去一瓢饮 然后其他的就让全社会得到 所以你刚才讲 为什么一直看不见的时候 当你每一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 你就算会了全体的利益 所以个人的利益 跟全体利益是一致的 所以当你追求自己利益时 就一个看不见的时候带领你以后 成就了社会全体的利益 所以他就鼓励个人追求利益 让个人的自利得到了政治道德上的正当性 所以大家拼命赚钱 赚钱过分了就犯了孔子那样放逾利而行多远了 所以我觉得孔子真厉害 你看你为了赚钱 你伤害劳工 你伤害消费者 伤害环境 伤害投资大贡 伤害环境 因为这个我们听说 Extremal Discar 因为这部分没有人管 你怎么关系伤害他 没有人讲话 一直到他不可熟悉 人类生死关头了 你都来不及了 在这个时候 你自己生死关头来不及 你还要打仗 我的利益跟你的利益通斗 我要打死你 这是我第三章讲的 因为你看西方的文化 早期的他商人跟海盗是监狱一身 他做生意赚到最好 和然 西班牙什么的 我年轻的时候看那个船 水手 他生意赚不到了 我们讲一个例子 郑之龙就是一个代表 郑之龙 那个时代 那个日本的海盗 他跟我们福建 跟浙江做生意 跟我们的老百姓 连接在一起 我到安平 到了泉州 我看到就是 郑之龙当年在这里 这个水道非常的复杂 他的船 一下子就不知道进到哪里 就抓不到了 他一上一道 他日本也有 能做生意就生意 不能做就抢你的 就是从意大利的 这个维尼斯 热纳亚 热纳亚 出了一个名字 水手叫哥伦布 他发现新大陆 就把那个土著 几乎都杀光了 英国去知名 这个北美也几乎把土著都杀光了 所以他那个传统 就是一个做生意的 英文叫做 merchant adventure 商业冒险家 商业冒险家 鸦片占中 我要卖东西给你中国 中国不买他的 中国南方不买他的羊毛 太热了 他说内衣都要穿羊毛 就是啊 维护他 你的书里写 为了维护他的羊毛工业 你真好 所以他就贸易就逆差了 因为他重商主义不能逆差 所以他就卖鸦片 鸦片不让他卖 我就打你 这就是他的文化 等到他富有了以后 他变成一个绅士了 像我在美国念说 觉得美国人好好好 whose family 对我们外国学生 我觉得他从心里好 但是等到他紧要关头 生死关头 他的本来面目出来 他本来就是个海盗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孙政校长谈他的新书 等贤士得东风面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浩康 今天很难得请到 台大前校长 是前国防部长孙政 孙校长来跟我们谈 等贤士得东风面 特别他把孔子跟亚当史密斯 当亚当史密斯遇见孔子 到底激起什么样的火花 有什么样的异童 那是不是校长来 请继续来 Adam Smith觉得 追求自己利益 道德上是justified 可以站得住假的 所以说资本主义 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的 因为你追求自己 才推动国家 社会全体的利益 那经济成长 从英国 然后到了欧陆 到了北美 到了日本 那么第二世界大战以后 globalization 翻转到全世界 这个利益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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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在史密斯讲 说你的邻国如果富有的时候 那在战事 在政治上就对你危险 因为他有钱 他有军舰 他有武力 就可能会打你了 就打你 但是在和平的时期 就是对你是有利的 因为他提供你很大的市场 让你赚钱 互同有无了 可以是 所以现在西方资本 有点像两岸 两岸中美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中国 两岸中国现在有点复杂 赵先生 因为他不是传统中国 他有马克思西方的这种思想进来 不是我们传统的孔子的和平主义 就是跟人家有纠终 说我先检讨我自己 我自行 我远人不服得修 文德依来志 我提升我的文化水准 道德水准 让你佩服我王道 而不是你不服气 我就去打 我去打 那么你要去打 两败俱赏 以色列跟哈拉伯尔 打了三千年 还是打 你就是得不到赢九的和平 你不如退一步和平相处 我常常讲 一个国家从另外一个国家的富有当中得到利益 你怎么会从别的国家贫穷当中得到利益呢 所以你要创造你的邻国让他有钱 你就跟他有钱 你把别的国家都剥削到殖民地了 那你的发展也就到此为止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世界思想改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个英国人 美国人逼了德国人赔款 结果逼着他造反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马歇尔计划 帮助被打败的德国日本复兴起来 他在美国就 你经济复兴 我就赚你的钱 然后全世界复兴 那么全世界赚钱 那么忽然就是有一个赚钱的 他大了 所以这个老大就有点站在静静了 但我觉得孔子讲得真好 你现在要到去打人家 忘记你家里面 积身之忧不在转移 而在肖墙之内 也不觉得美国现在就是肖墙或起吗 所以我讲一句五三种图话 我觉得这个拜登 他现在又无拉不过来 你懂不懂 就是你照顾不过来 你三头六倍 你也照顾不过来 你乌克兰你已经不行 你忽然出了以色列 就像台海 他有担心 他赶紧拉住中共 他说我们两个不要打 马上见面了 是就这个意思 所以他们说 我不内行 你比较内行 哪里哪里 他们说 这个时候是不是 中共要打台湾 我说不会 因为这个时候 他要扮演一个和平实质 让全世界看到 我觉得现在对中国 最有利的政策 他扮演一个和平实质 说当你们西方都要打仗的时候 我出来主张和平 所以他一定会示好的时代 是 俄罗斯跟乌克兰他也说应该合 对 那现在这个以色列跟加萨跟哈马斯 他也说应该有两国论 也是说都有 都巴勒斯坦 以色列都建国 不能只有你建 不准他建 台湾说 不是我要打台湾 那他就是我国家 不是中共的 是中国的 台湾不是中共的 台湾是中国的 大陆也是我们中华民国 也是我们中国的 你本来比较 你为什么要制造一个强大的敌人 要来跟你打仗 所以我就想不通 是 我也想不通 但是政治上 他跟他的考量 或他的利益 或者 美国有他的考量 美国 就是说 刚刚你也提到 美国其实 我们去念书都觉得老美很好 还跟我们讲学金 讲学金还给了很多 然后教授什么都很好 那到底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就是经济成长 国际全球化以后 财富增加的这么快速 所在分配那么样的不公平 不管你国家怎么富有 经济怎么样进步 那个基层的 那个40%人 都是在贫穷的边缘 他们就是一肚子怨气 这是出了一个政治领袖 民粹号召 所以大家 我们就要 太吃亏了 一定要跟外国算算老账 所以拜 这个川普 川普就要算账 是 出了一个拜登 他在讲 我不能孤立 我要联合所有的 一起算账 所以他就联合 打群架 共糟糕 是 好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 时间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孙政校长 谈他的新书 等贤士德东封面 这是天下文化出的 那当咬当史密斯 遇见孔子了 的确了 孔子很多 其实我一直在想说 孔子很多话 其实用在管理学上都很好 都很好 那你这书也提到 我记得很多年以前 大概可能有二三三四年以前 香港大学一个教授 就叫系主人类似的 他到台湾来 我说你来干什么 他说我在研究 为什么亚洲四小龙 都受到儒家的影响 日本 日本不用讲了 台湾 香港 新加坡 这个韩国 其实都受到儒家的思想 为什么这样 日本当然也受 日本已经超 比四小龙进步那个时候 我想说对 还是有点道理 所以表示儒家的思想 影响还是蛮深远的 蛮深远的 这本书当然另外提到 我想给大家来回忆一下 半导体特别提到 当时蒋经国 他开始搞十大建设 那时候能源危机 其实经济很不好 那个时候能源危机以后 十大建设还叫 当时要行政院秘书长 废话 去想想看 未来还有什么东西 这段是不是 请向长公 你有亲身经历 你会比较了解 我就觉得天有中华 因为当时大家不知道 这个IC的机体电路 是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在那个年代 1970年代 台湾就是有很多装配 就是那种电子表 电子笔 就是所有的它有一个核心的就是IC 集体电路 那我们不会做都是外国进来 那么所以那时候我们台湾的电子表 我们出国都带一个小的计算机 什么吃上面带一个时间 所以飞华 飞华是交通大学毕业的 他就找了他的交通大学的好朋友 方建齐 电信总局长 他们两个就找了他们交通大学的好友 潘文元回来 潘文元是SEA做主任 研究部的主任 他回来就看了一下我们的装配 到我们加工出口去看了一下 他看这个IC有市场 他当时也没有想这么大 他是觉得我们台湾人力这么好 我们华人在美国有那么多的工程师 最优秀的美国大公司里面 重要的工程师 那么两个合作起来 我们可以在台湾生产自己的IC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一个加工业 变成一个科技 可以做一个科学 一个技术密集的产业 所以他以电子表作为载具 来发展IC 当时就想的这么少 所以我在书里面强调说 那个时候的这些 这些 孙云轩 李国定 他们真是了不起 他创造了一个环境 把这个电子表的 这个小小的产业 把它反展成一个半导体 全世界文明的一个 如果没有科技发展 如果没有徐贤修的科学园区 没有工研院 怎么可能做到的 所以你不能靠一个单一的 你回头看讲经过 每一个政策都是一套 所以他才能成就其大 所以我引用了 我常常引用那个时代 这跟儒家有关 因为那个时候 大陆沦陷了文化大革命 海外的知识分子 华人对祖国是非常的焦虑 那这些人寄身抑郁 永远坐在外面 这个华国嫖零 那他寻求一个祖国 那台湾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祖国 所以他们都愿意到台湾来帮忙 所以我说这个潘文元 因为他要成立技术顾问团 来帮助台湾 他们被孙云轩感动 因为这个人太诚恳了 太客气了 他们来孙云轩半夜在飞机上 一下飞机就看他站在那里 那潘文元就辞掉 到他的研发部的主任 来帮助台湾 来避免这个利益冲突 他的太太是叫connected教职 中生教职 那太太有一点hesitated 他就说我一辈受国家的教育 他讲的国家两岸没有分别 但我没有一天为祖国效率 我现在愿意做 他们回来待遇都少很多 他就没有 他根本就义务做 潘文元自己 海外顾问团的所有的那些顾问 没有一个人拿台湾的薪水 当然他们回来有旅费 有perdem 但是他们 我在书里面强调这些人 不追求自己利益 只希望看到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 为什么这些能够这样子 你不是刚才讲儒家的思想 儒家的完美的人格 不是财富堆积起来的 是你的品德 你的这个学问 那是这个这些人都是有儒家的 包括这个胡定华 胡定华你应该有几回认识 胡定华辞调查交通大学 他那是副教育 说那时候才31岁就来副教育 31岁 那么年轻 后面征返成了史青泰了什么 他们都是30以下的 像史青泰的杨丁元 张清聚 我们台大电机系的 好几个电机系的 prins的PhD 辞掉美国的工作到台湾 我这里面有引用 杨丁元最先回来 最先回来 工研院给他一万四千元的月薪 你说台大那时候叫值八千八 八千多块 所以他一万四 但是一万四 比起他在美国薪水 只有四分之一 差很多 他愿意回来 他交的税都比他们薪水多 是 你提到孙运选 我那时候在台大当毕人会主席 退出联合国 联合国 我想台湾怎么办呢 政治上 在外交上已经不好了 那经济 我就自己骑摩托车到经济部去 我那时候大事 我找部长 他们说你来干什么 我说请部长台大演讲 到时候台湾未来要怎么办 他说部长 他说好了 你留个电话 我们部长回来 我们跟部长都不在 再跟你联络 没想到 两三天 真的联络了 来问说 为什么 我就讲说希望部长来 好 他答应来了 那时候以前没有部长到大学演讲的 他等于是开封器之先 然后我到校门口接他 孙运选那时候 他说我刚从高雄加工出口去回来 那是民国七十六十一年 六十六十年六十一年 1972的时候 他说我刚从高雄加工出口去回来 我晚饭都还没吃 到了晚上都没吃饭 我觉得不太好意思 你知道 然后呢 这个 他就问我说 等等有没有记者 我也不知道 我说应该没有记者 我说我们学校自己办的活动 就没想到第二天他的话都在报纸上 很多记者也来听 所以都很重视当时经济部 到底我们台湾在那个状况下怎么发展经济 那我很感动 就是说 一个大部长 我又不个学生 愿意到台湾的演讲 其实很多教授都在下面听 然后呢 晚饭都没吃 哇 这实在是 真是 孙运选李国定 真的是 李先下士 这个外国来的学者 我们都要看他们两个 是 李国定我记得 那个时候因为 就是说 那时候回国的NBA很少了 那个时候 现在很多了 那时候很少NBA 我不是 我是练机械 但是呢 因为我在外国公司做事 所以呢 李昌毅啊 他们就 你来参加我们NBA club 那有一次管理学会开会 请了李国定来演讲 当然这NBA也是参加管理学会 我记得李都国定 他讲一句话很 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 他说你们这些从国外回来 都不到政府里做事 是 他说将来呢 如果政府里面都是二三流的人 做的政策 让你民间一流的人来执行 你们就知道痛苦了 现在就是 现在我们不是二三流 我们是三四流的 对啊 他当然讲三流 那你就 他很有元件 对不对 他就鼓励你们 都要到政府来 都要到政府来 这很有元件 好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尔康 欢迎你回到赵尔康 谁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孙政校长 谈等闲市的东风面 万子千红总是村 刚刚提到公务员 我看今年他们讲说 高考要考公务员的 只有以前的大概四成 都不考了 现在变成这样子 那这也是要命啊 第一个待遇太低了 第二个觉得是 所有努力都没有回馈 第三个我不愿意讲出来的 我不愿意写出来 就是你来了一批政客 做我的长官 他不重视他的部下的 文官的系统 累积多年的专业的经验 而且他思考的 不是全民的福利 是一个政党的利益 他分配他的利益 当然这部下这些人 看来心里不高兴 所以我觉得以前 公务人员都非常主动 帮助老板来解决问题 那不是李国鼎孙选 他两个能不能干 大家跟他一起 他被motivated 愿意跟着他去做 心碎低也不在乎 那现在觉得 你来一批专业 也没有我好 你自己有私心 我看得出来 那你要砍我们的薪水 所以我觉得 大家都行动怠惰了 他说好 你那么厉害 最显著的例子 我那天碰到陈宝基 農委会主委 以前 农副会跟美元会 当时最 待遇最好的美元的机关 里面人才是最好的 而且都积极主动的去做事 为什么一个期待都解决不了了 就是 你来了一个不是人均 什么也不懂得 一个是一批政治语言 你解决不了这个淡的问题 农副会那么多的专家 不能解决吗 他觉得你那么厉害 你也不听我的话 你去解决 我觉得普遍的现象 是 但是问题这个蛮严重 我那天还看了一个读者投书 他是搞建筑的 他说现在麻烦了 要去考高考的 学建筑的 学土木的很少 他说但是你将来 所有都市里面的 房子合不合执照 建筑执照 使用执照 都是要他们来 假如你这些 他说每个地方的地方政府的 这个建筑部门的公务员都少了 大概四成到五成 那现在怎么弄 所以这个东西问题就很严重了 现在造成长期的问题 大家都觉得前途是必须讲 觉得uncertain 不确定 看你怎么样的做了 你前途你没有人知道 你要干什么 那我这书里面也强调 就是你执政者 你这个政治领袖 他追求的是全民的利益 还是他的那个帮派的利益 那常常是过去这个帝王 把那个全民的利益 当作他这个皇家的利益 这个康熙嬴政他军父 我不禁皇帝我还是父亲 那他追求他政权的永固 现在我们是这样的 你追求是政权的永固 不是全民的利益 你碰到问题 你都是头疼疼疼 脚疼疼疼 你解决一个问题 你制造了另外很多问题 都不管 反正我这一任过去了 我管你 就不负责任 是 好 谈到这个 你讲李国廷的第六轮 这也蛮有趣的 他那个时候 他又觉得说 你这边也讲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有关系 大家讲就人际关系 我认识你都好办 就是 其他的我不管他 就变成这样子 是这个样子 那李国廷那时候 怎么想着要推动 后来推动结果怎样 那个他的感触 一定是比我们还深 因为他从委员会 他就参与全国的经济发展 然后他做经济部 69他才去做财政部长 那他做财政 经济部长的时候 他很多主张 都是要跟财政部有关 要减税 要什么 那个严加干就讲 你对财政部 那么多意见 你自己去做好了 所以就把他弄到财政部 把声音宣传交通部 回到经济部 那么他看到 这两个人的 第一现象 看到经济发展 引起这个社会的变化 在70年代 台湾前 大家追求利益 非常的 我常常讲一个例子 你很少在台湾 有人在踩你的脚后跟 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你开车大概很少 有会踩 有的时候会 不小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利益 就是非常的急切 当中就不能有插队 我就踩到你的脚后跟 就跟着经 跟着脚后 利益的追求 南部中部的人都到了台北 然后住在我现在板桥 板桥三重中和这一带 然后到台北来做 他看到这个秩序的混乱 那是这个秩序 看到就是贪污的事情 所以他就感觉到 个人追求自己 你侵犯到别人的利益 侵犯到公共的利益 偷工减料 他说因为那个不是 不是你家的 不是你亲戚朋友的 那是人家的 我管他呢 所以他就感觉到了 那时候刚刚好 中国社会学社 那时候叫做中国社会学社 我们台湾看得很大 我是中国 我代表中国 我是第一张子 他是老二 现在我们自己 你要做小的自己 哪一项白白 中国社会学社 年会请他去演讲 他就想把他这个观念 来表达一下 他讲的时候 他讲的前一天 他有一个稿子 那个中国社会学 给他准备一个演讲稿 他觉得他不要念 他要讲一讲 他这个感受 所以他在讲话之前 他还没有第六的概念 他讲了讲 他忽然发现 经济进步 社会结构改变 人口都市化 人际关系 经济发展使得 人个人 从你熟悉的环境里面 进到你不认识的环境里面 从乡下到都市来 你跟不认识人的关系 比你认识的人都很重要 所以这一部分的伦理 必须加以强调 所以他就忽然叫做 第六轮 所以我们从 熟人社会 进到生人社会 我们必须建立第六轮 才能进入现代社会 这是他第一次 第一次讲 因为我们以前中国人 讲五轮 什么君臣 父子 夫妇 什么 他讲的六轮 就是人跟社会 人跟其他人 人跟不认识人 人跟社会 他那时候还没有想到环境 但是等到他成立 全国能力 出境会了 他就推到环境问题了 是 以前是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妇 朋友 对 都很好 大家 这以外的就不管他了 赵先生 很好玩 就Adam Smith 他也是看到这个 是 他也是觉得 为什么你离开 你的 你的亲戚朋友圈子 你到了 生人的圈子里面 就你的法规制度可以保障 你会得到公平的对待 你这书里面 Adam Smith是说 就算是家人 如果分离久了 慢慢感情也淡了 他是这样认为 是 我们的儒家的不大愿意承认 我感觉都是这个样子 也是这样 那我小的时候 我们堂兄弟的姐妹表兄表弟 亲戚一大堆 你现在你记得几个 你记得你外省有几个 不记得了 因为很少在一起 你从熟人的社会里面 走向生人的社会 你必须强调这一部分的伦理 Adam Smith是公平跟仁慈 孔子的人跟义 他那时候还没有想到 李先生还没有想到这一些 是 不过他也就是 大概对当时的环境 对当时的人际关系 对当时的功德 有感而发 现在也很少人去提这个 后来要怎么推动 他提出以后 我不知道你那个时候很年轻 那个时候 你也出道 因为你出道早 1981年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在阳明山开会 那个前几天的李国鼎的文章 就当天3月28号 他的文章就在联合博出现 就是这个讲这个 是 那这李 陈立夫先生一看大怒 大怒 为什么 陈立夫就下个 写了个条子给他 那时候李先生也有点担心 哎呀我得对了 大怒 是 他说你讲的第六人都在我们儒家的思想当中 本来就有了 本来就有人嘛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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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不看书啊 他用字很 他人家不是不念书了 没有念你那个书而已 念别的书 他说你心不读书 所以你不知道 所以李先生有点 frustrated 有点挫折 我知道他去找严家干了 怎么样的解释一下 所以我给他解释 李郭鼎看到是他看到眼前的现象 陈先生想到是儒家思想那个思想的架构 你们两个是讲两回事 所以不要 不要冲突 所以他这个以后他停了十年 他在 成立在1991年成立中华民国群我伦理促进会 那他就重新解释 对 重新解释第六论 是 因为你这边有个例子也很有趣 他说一个美国人在台北搭计程车 计程车司机横冲速撞 也不顾交通秩序 现在好多了 以前真的是这样 以前真的是这样 那就问 外国人就问这个计程车司机 你们中国人一向讲究李让 走路也不肯先走 都要让别人先走 吃饭也不肯坐上鞋 就吃饭推来推去 那为什么你这个司机脸都不让呢 计程车司机说我又不认识他们 为什么要让 就是这样 我不认识他们 你侵犯到跟你不相干人的利益 特别是共共共同的利益 他的损失是共同分的 2300万人分担了 所以你觉得无所谓 我占一点便宜 那另外一个例子是 儿子偷同学的铅笔 爸爸说你让我丢脸 我从公司拿那么多回来 你还不够你用吗 这个故事是我告诉他 前面那个故事是李金生告诉他 是 就是林怀明爸爸 内政部长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是赵少康 回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到深圳校长 谈他的新书 等闲适得东风面 当亚当什么是遇见孔子 现在我们只要三分半了 做个结论吧 我们做个结论来 就是从 Adams思想产生在现代成长时代 个人追求财富 经济就不断地成长 所以这个社会就资本主义鼓励 每个人追求你的财富 从这个有形的财富 到了无形的 你自由 你的权力都在膨胀 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个人的意志在膨胀 那么就免不了缺少道德的元素 影响着别人 影响着社会 影响着环境 而孔子的思想刚好是叫 obligation 叫responsibility 尊重别人的利益 你无责任 我要 restrain我的物语 限制我自己的物语 所以我觉得 所有的环境 你不依规矩不能称方言 我觉得膨胀我们的权力 已经很久了 是不是到了一个时代 回到孔子时代 来想一想我的责任是什么 我的义务是应该这么做 不要光想哪 想象也可以一点 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 就是说整个 我看下长 最近也研究孔子 儒家研究很多了 整个孔子用简单的话来描顺 孔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的主张到底是什么 孔子希望通过这个教育 能够训讨 把这个个人变成一个君子 君子就是孔子理想人格的典范 是一个人的化身 行人的就是一个君子 君子干什么 君子有三个境界 第一个就是我的人格完美 我道德无愧 我有学问 我有本事 第二个不要光自己有本事 我最好修集一安人 我能帮助别人 别人有本事 但是你更有本事 孙中山讲的 你可以服务几千人 聪明才智越大者 修集一安百姓 修集一安百姓 遥顺其有病株 遥顺上前做不到 所以人有一个自己要 你自己要追求你 人格的无愧 然后你帮助人家 帮助全社会 不能每一个人都去自国 凭天下 你就在你那个小小的范围之内 你尽你的本分就是一个君子 这跟孙中山讲的很像 聪明才智小的 你就服务你自己好了 然后在聪明才智大一点 十百人 聪明才智更大的千万人 千万人来服务 服务的人生观 不是白话的人的意义吗 是 好 那么今天非常谢谢 那Adam Smith主要是 除了那个一直看不见的时候 他讲这个自由市场 他主要就是为了经济 大家可以去努力赚钱 但是赚钱的结果 对人类也造福了 他意思是这样 对 那要不要限制呢 还没讲到要限制呢 他前面就是限制 他1959年出版 他道德情操论 他里面一句话 就是你刚才那次 他说 限制我们自己 限制我们自己 endured in beneficent sentiments 所以你节制你自己的私欲 你要乐视仁慈 来成就 这句话我就听得很难过 to constitute the perfection of human nature 来形成完美的人格 你要决志你自己的欲望 你要成就别人的欲望 让你的人格美满 因为艾特斯密斯他是清教徒 所以他很刻苦自己 现在西方也很少有这种想法 就是他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英国也很穷 他苏格兰更穷 那个穷家穷家穷孝子 他对他母亲很孝 富有了以后人不能富有 富有而不节制的话就无所不为 是 好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孙震孙校长 跟我们谈等闲市的东风面 谢谢谢谢孙校长 谢谢 有点离谱 讲得很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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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